根据一项中国疾控中心2021年刊载于柳叶刀上的研究 2018年中国已经有一半人口超重或者肥胖 较2004年增长了三倍 学界预计到2030年超重或者肥胖人口占比还会上升至七成 此外同等肥胖程度下亚洲人患上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国际上通行以体重指标BMI判定肥胖 即体重与身高平方的比值 在中国BMI大于等于24是超重 BMI大于等于28是肥胖 以此测算 一个身高175厘米的男性 体重超过147斤属于超重 超过172斤就是肥胖 而一个身高160厘米的女性 体重超过143斤就是肥胖 但人们很难认识到 肥胖是一种疾病 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过多的脂肪会压迫全身各个器官 脂肪沉积也会引发一系列的慢性炎症和代谢损伤 导致糖尿病高血脂 高血压心衰及肾衰 脂肪肝等并发症 肥胖者的BMI每上升一个单位 就增加9%的死亡风险 预期寿命会因肥胖而减少5到7年 反言之肥胖一旦得到控制 这些疾病亦有希望迎刃而解 另一项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 2021年看待于柳越刀上的研究预计 6年后中国的医药费用会因肥胖而支出4180亿元 这个数字大概是全国总医疗费用的五分之一 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 肥胖解药何在 让我们看看在健康受损与被污名化的境遇之中 肥胖者应当如何走出困境 既有的肥胖治疗格局正在改变 2024年7月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发布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 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其中提出生活方式干预可以与药物治疗并行 比如在初始让肥胖者用药 超重者则在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 三个月减重小于5%的时候 尽早启用药物治疗 此时两款主流GLP1药物已相继在中国获批 治疗路径的更新 意味着更多人可以在早期使用药物减肥 长久以来 肥胖的一线治疗都是生活方式干预 少吃 多动 药物只能是生活方式干预失败后的选择 重度肥胖者则需要做减重手术 仅凭生活方式干预的减肥失败率很高 一项系统综述 纳入八项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减肥的高质量研究 结果发现绝大多数肥胖者在减重后两年 会反弹下降体重的一半 五年则会反弹下降体重的八成 这并非个人意志力的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陈伟 在中国肥胖大会上说 单纯靠生活方式管理减肥难于上青天 因为人的内心是想吃东西的 我们的身体对体重有肥胖记忆 当它减到一定程度就逐渐反弹 另一大亮点是 指南首次在国内提出的肥胖要长期管理的概念 一名肥胖者的理想诊疗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或主动就诊 或在社区体检筛查当中被提示就诊 来到医院后 医生会通过BMI腰围等初步评估肥胖状况 若需要做体重管理 则再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如病因评估 代谢及核病症评估 最终医生下综合诊断 并帮助患者设立减肥目标 实施减肥策略 更重要的是减肥成功之后的长期维持 指南倡导肥胖的分层 治疗维持期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肥胖管理中心 上海药引医疗内分泌代谢甲状性中心 取身表示 患者的管理和随访很关键 但既往的指南没有提到这一点 其实肥胖患者短期减重不难 而长期维持体重不反弹是最难的 现在大家都急功近利 体重下来到处宣扬 宣扬完了维持期没人管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医院和肥胖专病医生要承担这个责任 要有管理会管理 长期管理 本期封门文章 作者崔晓天 蒋摩婷 文章当中除了详细介绍的肥胖治疗格局 在中国当下的改变 也探讨了在减肥新时代来临之际 如何让肥胖者了解情况主动就医 以及诊疗方式该如何改革等问题 2024年上半年 疲软的股市加上越来越严格的监管 劝伤中期的业绩萧瑟 洗牌也正在加速 2024年上半年 A股一二级市场都表现低密 二级市场的主要三大指数都在下跌 市场紧急度也延续了2023年下半年以来的低密态势 而债券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 市场的主要指数上半年震荡上行 中债新综合财富指数涨幅约3.76% 回报稳健 券商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半年 已经正式披露财报的28家券商都遭受了重创 26家投行业务收入同比下滑两为数 行业平均同比下跌23.62% 在28家券商当中 只有6家的业绩向好 总体来看 券商无论规模大小 上半年券商的经济 投行业务都面临较大压力 尤其是投行业务严重失血 保健项目数量和承销规模 长年稳居第一的中信证券 投行收入同比下跌54.62% 大多数中小券商投行收入不足一元 入不敷出的情况比比皆是 停发年终奖 降薪财员此起彼伏 证监会强调支持投部券商 通过业务创新 集团化经营 并购重组等方式作优作强 打造一流的投资银行 一位监管人士表示 证券公司并购本身 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过程 整个行业145家证券公司 数量已经不少 目前要解决的是如何变强 一流投行之路究竟还有多远 更多内容请看 劝业之秋 一些以增值服务为名 实际却是特殊渠道的黄牛票 成为很多暑期游客 走入热门景点的无奈选择 电商和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 会提供形式类似黄牛票的 讲解套餐产品 故宫原价60元的门票 以沿学讲解服务的形式 加价超过了300元 博物馆热的背后 是教育需求的快速增长 教育系统提倡跟着课本去旅行 寒暑假期 参观文化景点 成为了很多中小学生的任务 热门演出市场的供需扭曲 则更为严重 已经结束的 刘德华北京演唱会 售票3万张 却有120万人 同时在线抢票 黄牛几站票吃 一秒授兴成为常态 运营微信小程序的腾讯公司 监测到的数据令人震惊 北京一座高人流量的博物馆 线上小程序 平均每天购票请求数百万次 其中80%的流量来自黄牛 暑假高峰期 黄牛流量甚至超过99% 博物馆 景区 演唱会 为什么一票难求 黄牛党 为什么履近难绝 更多内容 请看旅游业 对抗黄牛党 一名刚刚离职的宝马销售人员 曾经试图说服一位客户 18万元的宝马爱三 难道不比比亚迪汉有面子 但对客户来说 爱三基础版没有座椅加热 电动尾门的功能 商业保险还比国产车贵了几千块 即使售价相比指导价 已经接近腰斩 最终这位客户还是没有选择宝马 在中国汽车市场 传统豪车汽车品牌BBA 也就是梅塞德斯奔驰 宝马 奥迪正在被围攻 新能源汽车时代 以未来理想等位代表的造车新势力 再次向高端市场发起的冲锋 而且已经有所收获 财报显示 2024年上半年 宝马在中国交付汽车数量 同比下跌了4.3% 奔驰 奥迪在华销量也都同比下跌 价格占浪潮之中 BBA也难以置身事外 但即使降价 经销商仍然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 在燃油车时代 BBA在豪华车市场处于断档时的领先地位 自主掌控定价权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当前大多数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还属于以亏损抢占份额的状态 竞争思路是升级的体验加降级的价格 新车型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 BBA的新能源产品售价过高 产品力不具备优势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下半场 智能化竞争刚刚开始 胜负格局还没有确定 如何实现盈利 依然是新能源汽车的一大难题 而BBA虽然面临市场冲击 仍然还有品牌号召力 正在积极调整中国市场策略的BBA 还有机会翻盘吗 更多内容请看BBA重新出发 一架波音737客机 从北京飞向内蒙古乌海市 机舱内几乎满载 一场空中脑机接口实验正在悄悄进行 这是一场对脑机接口综合性能的测试 飞机受到气流影响会产生机械振动 可能会让脑机接口的无线供电不稳定 此外 飞机上有各种电子设备和通信系统会产生电磁干扰 也可能导致设备功能失常 如果在这种极端场景下 受试者仍然能够正常使用脑机接口 就不用担心之后的日常使用 在中国这样的实验还是第一次 白昊在去年12月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台医院 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 薄乳纸片的八通道电极阵列 附在他的颅骨之内 5年前 一场意外事故导致他的脊髓损伤 造成肩部以下几乎完全瘫痪 只剩下左手肘可以向上抬起 1973年 脑机接口概念诞生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大胆设想 此后50年 科学家们正在小心翼翼的 让这个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 这场脑机接口实验是如何进行的 实验结果如何 更多内容 请看万米高空的脑机实验 此外本期财新周刊还有关于 嫌弃半年业绩 香港银发司机等内容 在下方的链接中 也可以找到过往所有财新周刊的文章 升级订阅财新通 你不仅可以读到上述精彩报道的全文 还可以创揽财新的全部文章